大家好 我是关若英的节目主持人阮喜 很开心呢 关若英呢 也很快速 已经播了一年了 那先谢谢所有的 收听的听众们 你们的支持 那这一年下来呢 我真的认识了好多新的朋友 那这些朋友呢 我之所以会访问他们 都是我觉得是一时之选 真的是 他们可能是各个领域的翘楚 那更重要的是呢 我介绍的人 有很多很多 都不是大家知道的 都有点像是一些新锐 但是我觉得 宁可雪中送炭 不要紧上天花 作为媒体来讲 其实应该要去发现 而不是一直去介绍一样的人 而且用一样的观点 那我是这样的 就算我介绍比较有名的人 我也希望 从这个人身上 发现一些 从来没有被介绍过的事情 或是从来没有人看到点 来做个切入 那我当初做这个节目的原因 就是觉得 当我有点能力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 尽我一点点的能耐 让更多 真的很不错的人事物 能够被了解 这个是我的初衷 那一年下来以后呢 当然因为我们这个节目 一直都不算主流 那我们这个节目 其实我个人觉得 调性是轻松的 但是对很多人来讲的话 还是比较严肃 所以呢 当我去看 很多类型的节目以后呢 我发现 哇那可能 我真的就没办法 成为主流 当然 可是收听人数 一直不断增加 那这也是我很开心的事情 所以呢 现在我们现在一集 也有大概 一千到一千五百个人在听 这个是 我觉得非常开心的 那我想要维持住 我的观点跟 我的方式 那我就 不想要特别的去 迎合谁 那我反而想要 把这个 相对小众的 市场跟节目 越做越大 让更多人知道 其实还是有很多 被大家被忽略 被大家忽略的 这么多 很棒的人事物 那第一年结束以后呢 第二年 我的做法一点 会有点调整 因为第一个呢 疫情的关系 实在是 没有办法 跟很多人做约访 那就算我们用 这个 网路远端的约访 其实声音也不是很好 因为当初 我们都是去录音室录 那现在呢 没办法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很可惜 而且不只是音质 没办法维持 还有就是 人跟人之间 很热络的 面对面的感觉 因为我真的是 很喜欢跟人 面对面的交流 那个地方也 不见了 所以呢 我觉得 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 所以呢 我就想说 那我是不是换个方法 如果音质 没办法做那么好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把 关落音 真的就变得像 比如说 我在Google Meeting上 或是Clubhouse上 让更多的听众 可以现场参与 有点像个salon一样 大家也可以 听完我们的节目以后 就可以有所回馈 直接问问题 那我相信 有很多人是 很想要 在收听节目的时候 很想 要问这些 创作者 跟这些 厉害的人 一些生活经验的问题的 再来就是说呢 我也会 有很多的 自己的创作 在里面 露出 比如说 我做的一些小音乐 或者是 我自己 写的一些小的笑话 跟故事 在这个部分呢 会 跟大家 继续的 透过这个平台 跟大家分享 那不管呢 怎么样呢 我很开心 想说 这个 第二年的到来 那我也会 继续的 好好的 把这个节目 做下去 那也希望呢 大家可以给我 更多的反馈 可以在 Apple Podcast的留言板 给我一些留言 那给我一些赞 给我一些鼓励 那我希望 我可以 一直把这个节目 做下去 而且我可以真正的 让更多 我觉得很棒的人 事务 让大家知道 谢谢